张教忠每个月能拿多少工资,这个数额一出,网友直呼不敢相信,在如今这个网络十分发达的时代,人人都想去当网红。 在这些人当中,命运最有起伏的就是张教忠教授了,是位国著名的军事专家,人们勤切的叫他举作,经常做的就是让扰乱西方国家的思维,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。 实际上,张教忠真正火爆网络的原因,还是在他年轻时候发生的一件事,当时在军事节目中就预言,美国在进攻伊拉克之后,会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炸弹轰炸,到那个时候美国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中。 果然最后的结果,也像他的语言一样,长达十几年的战争都没有个结束,张教忠退休后还把自己的退休金都拿出来,办起了军事点评节目,还自费雇佣了许多年轻小伙子,一同做军事节目,给网友普及军事知识,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人才,他的工资一个月是多少呢? 这个答案是在他上节目的时候不小心说出来的,当时他说自己的月先是一万肉,并且身边也有警卫员和专车,直到这个数字的网友们高呼不敢相信,还有人说自己的工资都比他高,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结果,是伊拉克竟然敞开防线,士兵做秒受散不抵抗,市民家道欢迎美人进城中拿发达姆。